16日下午,电影《可爱的你》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 兼致陈沫生、导演关信辉、协助演杨千华、古天乐 进屋为小朋友亮相 电影《可爱的你》讲述了一段温情满怀、出人泪点的失声情谊 杨千华饰演的幼儿园园长对于小朋友可以说是百般呵护 而与剧中所穿插真谛相违背 近日,有爆料称吴奇丽涉嫌虐待女儿小龙女 而同样是被母亲的杨千华也与活动当天被问及了此事 你对你自己的孩子是严厉的妈妈,还是一个慈爱的妈妈? 什么对孩子的妈妈? 我觉得我要,现在的年代我要做一个讲道理的妈妈 那个比较重要,不是用严厉或者是吃爱 因为小孩子现在比我们想象的,他成长的速度快很多 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能力 所以如果是勉强他,强迫他做我们喜欢的事情 他只会很反叛的 那你之前就是对你的孩子就是有过比较凶的这样的凶化 会不会打过孩子吗? 我现在我儿子只是两岁多,所以他不用那么着急去要变成一个很乖的人 然后他的,我伯伯觉得他是幻皮,两岁的是小卑鄙 所以我们应该看着他是很可爱,活泼,活泼跟怀疑其实有很大的意思 这样,我不觉得我还是喜欢你,所以他是永远很可爱 所以我怎么会斜着去动手把他当活泼演 手运礼上,参加演出的五位小朋友也首次登台现身 并与牙签化古天乐玩得不亦乐乎 而与此时欢恰气氛相反 由于古天乐近日和好友吴俊如一同出席活动 当天被问到两人会不会聊起此前吴俊如介绍的陈延熙时 古天乐却立即收起了笑容 哭六娱乐北京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曼